台上流暢的英語 台下五十幾位小朋友是聽得不煞煞 一下子跟著大螢幕上播放的英文卡通歌曲 五音不全的唱者 一下子又表演起扯鈴 這回再加上唱油 這八位使出渾身解數的青年 一個個都是來自美國的華裔青年 他們高中畢業也即將邁入大學 趁著暑假來到台東仁愛國小 初次與學生見面 看得出來他們很緊張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讓這些華裔青年來回到台灣來 然後跟小朋友一同來學習 他們來學習中文 我們的小朋友在他們的身上學到了英文 希望能夠提升仁愛國小 小朋友對英語學習的興趣 以及加深加廣的一個學習 台東仁愛國小延續了去年 暑期英語娛樂營 消防希望藉由暑期能讓學生們 能夠一邊有戲一邊學習 讓暑期更添加美好的回憶 東台新聞溫格台東市報導 南無論中文賺 東 caste真斯文賺 東愛國小延續了 中國大學 論到全世界 東愛國小延續了 東愛國小延續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